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最近的股市动向 真的是让人既激动又困惑 上周六的重磅发布会结束后 市场热闹非凡 政府要增加债务限额 以解决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 这究竟是福音还是噩梦 谁也说不清 随着三大股指在周一继续飙升 成交额更是冲破1.63万亿 让那些满仓的投资者高兴得何不拢嘴 然而对于那些踏空的朋友们来说 眼泪和叹息就成了主旋律 这场牛市的持续时间却是历史最短 未来的走势充满了变数 要么政策持续发力 牛市再次来临 要么牛市退去 成交额萎缩 还有可能是在3000到3500点之间震荡 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ETF的迅猛发展 短短时间内竟然出现了 八支破千亿的股票ETF 竞争激烈 各大公司纷纷降费 真是竞争如火如荼 而新的中正A500ETF的上市也让人期待 这场角逐究竟谁能脱颖而出 总之 股市如同一场激烈的戏剧 高潮跌起 跌宕起伏 让人捉摸不透 投资者们面对这样的局势 记得保持冷静 耐心等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哈哈朋友们 说到最近的股市 就不得不提这场开幕及泄幕的迷你牛市了 你都没来得及喘口气 它就已经华丽转身了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这次的市场走势 简直像一部节奏急速的短片 高潮来得快 去得也快 要说这次短命牛市的起因 还得从上周六那场盛大派对说起 这场发布会就像一场撒欢的嘉年华 大家都满怀期待 结果呢 政府宣布要大手笔的增加债务限额 帮地方政府解决那些不可告人的隐性债务 哇 这听起来可是个大动作啊 像是给市场打了个强心针似的 于是 我们的股市立刻嗨翻了天 周一开盘后 三大股指就像是吃了炫脉口香糖一样 根本停不下来 成交额居然飙升到1.63万亿 这场面 简直就像是全城人民 齐齐奔赴超市抢购特价手机似的 热闹非凡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牛市就像是烟花一样 虽美却短暂 开始没几天 市场似乎又恢复了冷静 大家开始怀疑这场牛市的可持续性了 未来股市可能的走向 大概有三种 一种是政策继续加码 牛市持续升级 另一种是牛市演旗息股 股市又跌回3000点以下 再有就是股市进入震荡阶段 在3000到3500点之间左右摇摆 哎 我觉得啊 第三种可能性最大 毕竟政策的利好是真的 成交额也还算高企 市场热度依然不减 这就像是锅里煮着的牛肉 虽然火候不够猛 但还在咕嘟咕嘟的冒泡呢 说到这场短牛 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最开心的估计就是那些股票ETF了 短短时间内居然有8只破千亿的股票 ETF横空出市 简直就是股市界的小奇迹啊 其中华泰博瑞 沪深300ETF和伊方达沪深300ETF 两个大佬级别的存在 简直就是股市中的霸王龙 ETF之间的价格战也愈演愈烈 纷纷开启 打折促销模式 博时的创业版ETF管理费率 从0.50%直接跳水到0.15% 这波操作 简直就像是在菜市场买菜 大甩卖啊 截至2024年10月11日 整个市场的ETF规模 比年初增加了1.52万亿 股票型ETF的规模 也增加了1.39万亿 真是个丰收年 今天还有十只中正A500ETF上市 大家都盯着看 看看谁能在这场选秀中摘得桂冠 A500指数的编制方式也很有趣 不再是传统的市值权重加权 而是挑选行业内的龙头股 就像是选美比赛一样 要选出最亮的仔 这新颖的编制方法 真是让人耳目一心 说不定还能引领一波新潮流呢 总之啊 股市就像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大戏 高潮迭起 跌宕起伏 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不过 投资可不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事 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待 保持冷静哦 好了 今天牢到的够多了 咱们下次接着聊 看看这股市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 拜拜啦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嘿嘿 谢琪琪 我觉得这次的短牛市体现了市场的灵活性 和投资者的热情 你看政府债务限额的调整 就是一个很聪明的策略 帮助地方政府减轻负担 虽然具体刺激规模还不明确 但市场反应已经很积极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楚天书 你这乐观的有点过头了吧 这所谓的短牛市 就像一闪而过的流星 美丽但短暂 你说的政府措施固然可能有利好 但缺乏明确细节的政策 只会让市场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 此外 债务压力下 政府能否持续支持市场 这还得打个问号呢 哎呀 谢琪琪 你们这些怀疑论者总是这么悲观 即使这次牛市短暂 但至少说明 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还在 而且ETF市场的繁荣和 降费潮 让更多的普通投资者 能够更方便地参与市场 分散风险 你不能否认 这些对市场的健康发展 是有积极作用的吧 楚天书 你说的 ETF市场繁荣 我看不过是投资者集体跟风罢了 降费确实是好事 但并不能掩盖整个市场 缺乏实质性增长的事实 再者 市场波动性大 普通投资者 往往会因为缺乏专业操作 而蒙受损失 我们不能光看到表面的活跃 而忽视根本的问题啊 哈哈 谢琪琪 难道你没听过 风物长一放眼亮吗 市场的波动性确实存在 但正是这样的波动 才给了投资者机会去学习和调整策略 ETF的多样性和降费策略 可以说是市场对长期投资者的一种回馈 而且债务限额的灵活性 也为未来可能的经济增长 打下了基础 我们还是应该满怀信心地看待市场的潜力 楚天书 你这观点也太乐观了吧 投资可不是买彩票 指望着机会主动找上门 市场波动性大 特别是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更是不容小觑 虽然ETF的降费让投资更平民化 但这也可能导致更多人蜂拥而入 最终带来更大波动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谨慎行事 毕竟投资失误可是会让人倾家荡产的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英文字幕把搞定的人员合作 如果更 SARAH کو表演,别忘了